川普這一出手 勢必會對產業帶來不小的衝擊 其中也包括在當地有設廠的大廠 外界也很關心 對鴻海是不是會造成影響呢 不過董事長劉揚偉不擔心 鴻海要斥資10億 加大投資美國德州廠 也被外界解讀 這是要落實未來川普的美國優先 現在你們看到的是 國與國之間的博弈 還沒有到企業 25或是增加10 到底是多少 他們都互相在博弈中 鴻海董事長劉揚偉 回應川普宣布一上任 就要加大對墨西哥 中國的關稅政策 表示還不擔心 認為現在還沒有影響到企業 一切等到明年1月20號 川普上任後就會明浪 以鴻海的全球布局來看 我們在這方面是領先的 所以對我們的影響 可能比我們的競爭對手來得小 畢竟鴻海早在過去 就已經在美國布局多年 從2018年至威州設廠 到26號宣布在赤資10億台幣 買德州土地級廠區 被外界解讀 這是要落實未來川普的美國優先 會變重鎮嗎 已經德州會啊 當然會 簡潔有力直接表明 未來德州將會變成生產 AI伺服器的重鎮 不過加大客關稅 勢必對墨西哥AI伺服器廠 有一定程度影響 劉洋偉則是說投資還會繼續 不只鴻海的全球化布局受矚目 東元電機董事長利明憲 也針對大廠因應政治經濟 未來發展給出回應 因為我們的廠是非常分散多元化 台灣大陸 這個美國墨西哥東南亞 包括越南 不要多元化 不要有彈性的因應的話 這我想也是每一個台商 面臨的問題 即便外界都很擔心川普的政策 可能會對產業帶來衝擊 但產業大佬看 穩定信心 多元布局 還是首要關鍵 東森財經新聞 王家宏 張小君 台北財情報道 東森財經 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